毋在六港六合楼一断了一个港帝 日前就民众向管理员土修备丁前 说这个港帝尔疑似作成乎近地站下跌 必要的厨也可能因为这样有必须 而且前几天又因为时间没洗理 作成自来水公破气 让其民无水充用 总和管理员土修备以利和载器 邀请管理员工部厨、建设处和六港町中间都限定会抗 当时也要求管理员工业要严格监控 不能再有港甘事件发现 议员以及订队是抓到管理员工业来到现场 民众是将这些日记忆来不抹跟困料 用议员跟订队订阅 管理员土修备表示 这个港町由七月开始新称楼团 进行倒楼到白水高的港町 到现在已经超过期限 就要不完成 好附近议员在高通民店是非常不方便 而且在了日常因为时间没洗理 从自来水公冲合派 做成六港精准的地方停水以外 更有疑似西港做成地站下山的问题 都好民众是相当的困料 我们现在站起来的地方 就是我们六港六号楼一段 的一个家庭的港町 这幅大楼总共民店有七十九尾 在时间当中公安严重的发生问题 现在来我们现在站起来的这条路 六号楼比一站的一条路 已经从七月时就已经生清楼团 要来修复这条路和这条水高 不过一直都没太好 到它的期限到十月十五 不过在上星期五 他在时间的时候 自来水公冲就跟他说 我旁边有一条水公 我这一条道水公 你要到小时的不能够 那条水公 跟他拉扯到头 给我们的水公回去 结果 这个应酬枪 也是看到在含的时候 也是浪空一直灌 灌到自来水公 现在拔开 拔开 明星期五到礼拜 那夜宝 刚刚开始上 刚刚好 足足有三十点 让我们六甘定三分之一个人 没水堂好用 这么大的公安事件 所以说今天这条路一定 站顶顶来这 特别要来关心 尤其是这个基地 这已经严重的问题 有的都去下去 旁边的村也去下去 旁边的村也去 基本上是真的是这个公安问题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 来提醒这个 我们这个应酬枪 跟我们维护我们所有的住户的权益 路和路有一个建案 那开发之后 造成我们整个路面的一个企协 也造成我们当队很多公民的不便 以及行人安全 那尤其在上个礼拜六 造成这个自来水公断裂的事情 那当初他们要开发这个建案的时候 自来水公司也有跟他们 鼓励说这个中央有一个自来水 可以说请他们小心 这个开发和这个部门要特别注意 又开完之后 可以说这个自来水已经断裂 造成他们几万好 大家都没有水平输用 造成我们在地附近的区别 都非常不便 尤其行人今天来看 真的非常严重 包括这个电竿整个都下沉 那整个测溝也整个都被淹没 又来自来水来倒 又来这交通可以说 出入的人非常多 尤其在整个路面的一个倾斜 造成我们当地的公民 在这里出入非常危险 尤其是机车跟车子在抢道的一个情形 也常常发生事故 所以今天特别 請管府 还有投消费议员 台高行人来勘扎 請上官单位 可以尤其建议 建议会 在所有的钢店 看能够还给我们当地的居民 一个安全 不管在民生的问题 还是行人安全 都能够恢复一个很正常安全的回归 建议处可定表示 这个钢店不仅是天空的状况 在这个问题的车 英泽车出席 第三工程单位 证明这个地方 可以去伺劳的建筑 再要下转及设断工 目前的建筑工程是在热令停工状态 那因为地质的问题 后续我们会请营造厂 要出具第三工程单位 包括结构 大地跟土木技师 去签认整个地质 能够存在七楼建筑物 那整个工程没有问题 我们这边才会让它申请复工 会看待当时 既然土木技师不断要求关乎 相关那位一定会严格 港口这个工程 不可以继续团阻 港安事件 好民众可以安心 新中华新闻 筛亮签六甲 采红报道 出场 专专 按照 词